有聲音了耶耶耶耶 請叫我那個電腦小聲頭 昨天那個南港高公的同學來有沒有 我沒想到這個貼文引起這麼廣大的迴響 他騎著腳踏車來騎到他流汗然後喘呼呼的 因為我在後面忙喔跟前面我們的那個同事說要找我 然後同事說你找他有什麼事啊 小哥這麼年輕的弟弟還穿一個制服來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那個學校三年級啊高三啊 要做專題啊報告啊 還有一些惡口車問題啊 勇氣可嘉 走出去直接本票拿出來就給他簽了 好沒有開玩笑 我們覺得齁 國家真的有救了 因為我覺得我在念高中的時候我也沒那麼認真 可是他也很認真的講說其他的車行趕進去 聽到這句話齁 我又開心又覺得難過 開心的點是說啊好像我們稍微正拍一點人家趕來找我們 那這個不開心的是說為什麼這麼年輕的小朋友 為什麼他就知道說二手車行很可怕這件事情 對不對我們辛辛苦苦每個禮拜在那邊開直播 就算跟大家講二手車行很可怕 為什麼現在的小朋友他那麼年輕他就知道了 上次突然吊嘎騎腳踏車來 反正好啦我覺得人家就來了對不對 可是我發現一件事情當老師真的不容易 為什麼我印象很深刻 他問我一提齁 他說那請問一下這個二手車的這個行情啊 是怎麼來的 難倒我了 我要怎麼去跟他解釋這個市場機制 對不對 我怎麼去跟他解釋說這個價格齁 不是我訂出來的齁 這個價格是市場埋映出來的 什麼供需怎麼講講 然後我就看他嘴巴開開講 然後我說啊你聽得懂嗎 我說你現在一個人聽不懂 可是你長大出了社會 你就能體會了好不好 我本來想說舉個例 跟年輕人貼近一點 有玩線上遊戲 有沒有在賣寶物有沒有 寶物就有供需的問題了嘛 對不對 沒想到他跟我搖頭說我沒有玩線上遊戲 靠腰 還有那個颱風天的菜價 對 正理我跟你講 最後我就是用颱風天的菜價跟他講的 我說你有沒有看過新聞 香蕉產量過剩的時候 什麼一公斤一塊錢 他就跟我講說有聽過 我說好那就是大概齁 就是這個菜價的問題 聲音跟影片有0.5秒落差 欸有意思 你這個電腦工程師有問題 下次來調一下好不好 以後不能隨便罵林老師 靠腰 蠻多人問說有沒有10萬以內的車子 那有可能是很多人看到小師之前的 做公益的那個活動 18888做公益的那個車子 所以大家就很想買18888的車 那我在這邊先做一個澄清好不好 那個真的是做公益 真的沒有車礦這麼好的2萬塊以內的車子 正常來講 這車就兩條路 一個就是報廢 一個可能這個客戶開去就換新 有5萬的補貼 車商即使他收的很便宜回來 一兩萬 他也不可能賣你一兩萬 看天書不準啦 梁奶強 看天書不準的啦 行體不是這樣看的欸 我先來講一下這個10萬的車子 因為真的蠻多人問的 那這個我之前其實在直播講很多次了 那這個聽過的就再講一下好不好 因為那支影片我看很多遍 小明你說哪一支影片 18888你看很多遍 看很多遍幹嘛啊 206有10萬的價值嗎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 以206這種冷門車來講 大家知道它最有名的變速箱問題 那久來也有這個方向機的問題 那光這兩樣加起來 肯定就超過5萬塊錢 我說修理的話 所以你說206值不值10萬 把這些哩哩哩哩的耗材更新完以後 肯定賣出來 它絕對值10萬以上 好啦反正我覺得真的不容易啦 我再重申一次啊 我的廠上有非常多10萬以內的車 就是可能買回來3、5萬塊這樣 很便宜的車 我至少超過10台 大家發現我都沒有賣啊 我相信線上很多也一直都在看我的賣場 或是我的FB 這種車處一個很尷尬的階段 假設我買3萬 2萬就好了不要3萬 那我回來我要用我的標準車去整理的話 可能需要整理的東西非常多 你包含內裝、外觀、甚至引擎、變速箱、底盤、冷氣 你整個翻起來 我跟你講 至少成本7萬、8萬 然後這個車我要去賣10萬、11萬、12萬 大家覺得太貴了 那我不整理賣給你又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應該不整理直接賣 還是說我把這個標準放低一點 稍微整理然後去賣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有一台橘色的March 大家如果有在注意 我有一台橘色很可愛 敢罵 我賣8萬 大家都覺得太貴 那敢罵我還稍微是標準放低下去整理 對啊 真的要整理很多錢 所以不是我不賣這個車 也不是沒有這個車 補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政府有一個救換性的補助 補換 他是說鼓勵大家淘汰舊車 打著環保的議題 大家排氣要環保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本來開才20年的車 那我現在到小私汽車換成一台3年內的車 還是5年內的車 請問這樣還不環保 這樣應該環保吧 我有救換新啊 那你為什麼不補貼我5萬 買新車的才是環保 我買二手車的就不環保 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人的錢去補貼財團 對吧 我沒錢買新車的怎麼辦 其實也有很多客人 他明明知道 就換新補貼5萬 他有舊車 問題是他的錢只夠他再換一台舊車 然後來跟小私汽車換車 那我們怎麼跟客人換 我們盡我所能 政府沒有輔助二手車商啊 也沒有輔助客人啊 所以我能盡量把他們換到5萬 就換到5萬 不行也希望接近 反正二手車商很可憐 我想真的啦 那新車財團本來就很有錢 你不去補貼 我們這種中小企業 不要說中 連中都沒有 小小企業 就換新也不包含新股車 你一定要買新的 對不對 那新車才有業績 才有現金 才有選票 雖然大家都不要講政治 我沒有講政治喔 我只是覺得說 我剛剛那個 YouTube影片 我去收那個 Immunity的車 一直都賺進2萬7千塊 聊天室裡面就說 我一個月薪水欸 然後他就說 比我一個月薪水還多 你說多好一點就好啊 有錢的人啊 他花新車250萬 再開再耍 耍完了 他不要了 好 40萬50萬賣給你 兩萬七 薇蘭的修了 好 就算他真的修花兩萬七 人家也涼涼的啦 你路上到處真的都是雙筆 可是沒有錢呢 我告訴大家還是很多 如果特別補助那智姐 我應該更幹 對啊 講到那智姐齁 上個禮拜還有一個我爸爸的好朋友 他說他們公司有兩台那智姐要補 我直接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阿伯 這我沒收 我叫我朋友幫你處理 他說那智姐你沒收喔 很漂亮才跑幾萬出幾萬 因為我巴心有很多開那智姐要照顧 然後被我拒絕的人齁 都會有一點不可自信 欸我這車才跑三萬而已 跑五萬而已 我心裡有時候會想說我管你跑幾萬 我沒收就是沒收啊 你們有機會你在路上看 高級車有多多 我覺得真的他媽比一般品牌的車 感覺已經將幾乎快一半 很可怕 我也是受害者 我覺得大家都是受害者 因為我遇到太多的人 他明明他的舊車已經開了二十年三十年 已經破爛不堪 所以他想要換一台更好的車 可是他真的換不起新車 你們去想 現在新車一台1.0的小車 就要賣你六十幾萬了 那他沒有六十幾萬啊 他就算你說可以分騎 你一半就吃不到 你又一分期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人家只是為了遮風避雨 站在小朋友家裡 甚至有很多是載父母要去看醫生 他就是需要車 他沒有那麼多錢 我難道不希望開一台老子 還是載我媽去看醫生嗎 那他來跟小事畫二手車 我們又沒有五萬的補助給他 對不對 所以我只能盡量處理 其實很多人來說 小事你那邊車啊 怎麼現在變得滿滿的 然後車都沒辦法回轉 我說其實我都沒講 是我收太多這一種 要報費可惜 我一報費 我就馬上就賠錢嘛 然後我整理起來 要賣七萬八萬 人家要嫌貴啊 然後就一直站在我的場地上 滿滿的 後面如果有比較常來的 你們可以走到後面來看 這一邊的車全部都是 我剛剛講的這種 沒有整理的 沒有辦法享受 然後就換新補助的車子 反正今天就是講這個 抱怨一下 就是就換新的補助 我覺得你竟然 政府是打著環保的美名 我也很願意支持環保 但是支持環保我也要吃得飽 那我沒有錢換新車的狀況之下 我如果是二十年的車 我換五年的車 換三年的車 你也政府也要支持我一些嘛 我也是環保啊 我如果這樣賣沒有問題的話 我告訴你我每天都有車可以賣 為了再擴建了啊 我覺得我現在這邊已經保了 因為喔 其實我很捨不得把車報廢 我覺得對我來說齁 其實我連把車子的大牌拿去頂死 我都不願意 因為我覺得一台車如果 它的大牌攪回街底站啊 那種感覺很像人被宣告說 你就是只能在這邊 你不能出門 然後感覺被禁足了 然後報廢就很像是把它安樂死 所以喔 我後面真的積了很多車子 我至少有積八台 我只是想講積八台 超過八台了啦 好不好 我還是一直在跟我們的同仁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樣處理這些車子 那可能最近再找一台車況比較好 再來做一下公益這樣 River很內行啦 其實為整理初青喔 遇到會灰的就飽了 我之前跟大家聊過這個日本的嘛 日本我去拜訪過一間中古車行 他就是這樣 他進去以後 他的車全部都 完全是不整理的喔 你打開門看喔 那個杯架裡面 還會有那個寶特瓶啊 飲料啊 煙灰缸啊什麼 可是呢 車子如果有事故啊 哪裡的板筋有凹進去啊 他都在他的表寫的經驗處處 我的車就是都是 未整理 銷售 那你賣掉之後 你可以委託我 來幫你 你想要整理到什麼程度 那我一樣一樣跟你報價 然後你把你想要我幫你做的一樣一樣勾起 不然我也來這樣弄好了 好不好 這樣很浪費時間 可是我覺得這個大家講好 日本人可以接受啊 可是在台灣我本來也想說 要用這種方式下去賣我的車 因為可以賣的更便宜 你想想看嘛 商品 欸你商品我買水果進來 我連洗都不用洗 我開箱 把它倒出來 然後白了擦咧 我就可以賣了 我什麼事都不用做 對不對 我就可以節省工錢 節省時間 薄力多銷 加快這個現金流 運行的速度 可是我們不是啊 我們一台車從回來 慢慢檢查 慢慢弄 有時候到上架超過一個月 啊講難聽一點 折價有時候都折到我們 因為我承擔時間的風險 整理的風險 現金在囤積的風險 所以其實相對來講啊 把那個水果整箱倒出來 連洗都不用洗 炒白了 對我來講 其實是最理想的 可是這樣會有一個情形啊 我跟你講 如果在台灣喔 用這種方式做啊 他可能車賣你很便宜 比如說你artist一台 兩萬塊的artist 你就買得到 然後開始說 可不可以幫我烤漆 好這個全車烤漆八萬 全港風玻璃兩萬八 加一個這個安卓機音響 韓卓機音響三萬二 很多新車公司都玩這一套 他就是先把這個新車價格 促銷壓到最低 好你跟他買了 開始後面 規定你說你一定要保全險 規定你說一定要辦六十期分期 規定你說一定要跟我 貼格勒紙多少錢 規定一堆 然後從後面慢慢收一點 收一點 補回來 所以如果在台灣會變成這個狀況 對啊空車價 我想要教大家怎麼在 我之前也教過了 再教大家一次 我們如果說 我現在想要買一台車 有沒有人有這個經驗 你到數字網啊 網站去研究一台車 比如說我想要買一台 15年的artist 那他到底他正確的 行情價格 市場在販售 到底應該是在多少錢 然後你去研究以後 怎麼發現從二十萬到五十萬 都有人賣 造成你混淆不清 你搞不清楚說 這個車我到底多少錢才買得到 你們有沒有曾經想要買哪一台車 或是你在路上看到一台車 就心裡在想說 這台車二走車到底剩多少錢 那這樣大家來線上舉個例 就是你們提個問題 那待會我開個網頁 那跟大家講說我們怎麼上網去 查出這個車真正的價格 那你們打出一個大概 你們有興趣想知道的年份車款 那我們先以國產車為主 因為進口車我坦白說水比較深一點 就是發生狀況造成這個車價落差 會比較嚴重一點 有嘛有一個說86對不對 206可能不好研究了啦 威威 206我跟你講 真的從三萬到十三萬都有機會 就是要看車況 喜美八代齁 然後 Artist E2的Artist Cole Plus E0年的 你們講的車都是我有的車靠 我就是行情 MX5不錯 可是MX5是進口的 可是我覺得可以研究一下 CRV2.4 OK 那我來開一下網頁 教大家怎麼看 我大概 有沒有 這樣看得到嗎 然後打開番號 TTK026 好我們先看 我看 這裡先問的 我先看一下 MX5蠻多人講的 我們先看MX5好了 首先我在研究一個車的價格 我會先開這個數字網 其實我也常偷偷上來研究行情 我總要知道市場怎麼賣啊 對不對 我們點馬自打 MX5 要軟頂還硬頂 幹 還挑咧硬頂 你是有錢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MX5 你坐進去 腳會賭到 我剛剛做了一件事 不好意思 我都沒跟大家講 我剛剛跟泰山聊天 首先我會先把地區鎖在台北市 然後呢 這邊有一台17年 大家不要去看這裡 這裡寫個18款 有沒有 不要去看這個 不要去看這個 要看這裡 有沒有 18 18 18款 台北市有幾台 我怎麼覺得 喔 還有一台黑的 18款 102.8 然後這一台93.9 這好便宜喔 我們去買 呵呵呵 我看這台硬頂還軟頂 應該17年應該是硬頂 我都看不到他們的留言 看一下手機看 啊這軟頂的 不可笑 對嗎 這軟頂的 好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可以排掉 我們假設要看硬頂的 兩台18年的 都在 可是102跟112差了10萬 兩台都是18年的 一台6千一台7千 先問我會怎樣 那我們的樣本數不夠多的時候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有看到你們的留言了 樣本數不夠多的時候呢 以我的經驗啊 我會在這邊再把新北市也加進來參考一下 但是喔 我在網路上齁 其實我不能跟大家講 有時候齁 我會去看這個車商的招牌 但是我不能在網路上跟大家講 哪些是可以參考 哪些是不能參考 18年 哇 16年 哇 地球黃金線 專業車品 自駕自售 完美 車況 好 再來一個齁 我們再來找一個 Google一下 ABC 電子專送ABC 馬自打 然後咧 MX5 這裡也有耶 硬頂敞篷 來我們這邊一台 2017年的 108萬 這邊一台 2018年 9千公里 118萬 2017年的 硬頂的 108萬 2016年的 軟頂 89萬 16年的 硬頂 96萬 那我看 這台就剛剛那台黑的 然後 2016年 這個是軟頂 這一台 我跟你講 紅色有沒有 通常以這種車 我覺得紅色價格 應該要差一點 所以以這台紅色來看 96萬 那 2017年的 他比這個 灰色的再便宜一些 好 我這樣跟大家報告 我這樣看起來的結果 如果是2017年的 這個 硬頂敞篷的 MX5 你在網路上 應該是在 100萬 以我們這樣看起來 10多 也有可能 但是我相信 這個 他們開出來的這個價格 都是可以 談的 2017年 那 假設100萬 你在2018年 再加個 一年差10萬塊 所以會在 110幾萬 是一個合理的價格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 研究一台車正確的行情 沒有那麼 難查 用二至三個網站 下去做一個交叉的比對 雖然你很容易就會看到一個 重複的車子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 一點點的分明 我們想要買一台 硬頂敞篷的 MX5 可能會在 100萬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賣過 MX5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 我是跟大家一起 在做功課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 我說 一台二手車的行情 利潤是 一到兩成 那你 一百萬 他賣一百零幾 他有一個一到兩成的利潤 你們自己就去算 不要說我說的 不要到處去跟他 亂殺價說我說的 不賣你 也是人家的 自由 對不對 因為貨是他的 錢是你的 所以這只是一個參考 好不好 那剛剛 我怎麼拉不到上面 剛剛有人問 Artist是不是 好 2013的Artist Artist很簡單 可是Artist 唯一一個就是 你要搞清楚他的配備 你要搞清楚他的配備 那我們就以一版的為主 Toyota 在這裡 Toyota 對不對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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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 2013是幾年 5到10年 地區 一樣我們先鎖定台北市 好不好 沒有特殊的含義 只是說我們要把這個地區縮小 那台北市是一個指標 好不好 2013年388 跑2萬9 這個跑少 如果準的話 是跑少 這個是新款的就不看了 我們看13舊款 11的308 這是哪裡 台北市的 好 然後這跑幾公里 13萬 跑太多 然後再有一個12年的 31萬 上次我那個13年 阿迪怎麼賣太多 我好像賣沒有超過40萬 那人家這邊都賣是 13年35萬 11年32萬 11年32萬 14新款的 13年29萬 跑11萬 女用車 12年 以一般來講 像這種國產車 你剩下三四十萬的時候 差一年大概差一成的價格 就是大概差三萬左右 所以你可以去看出一些東西 好我們剛剛看了 都賣三十幾 對不對 30到35 12年25 這個算蠻便宜的 好 再來就是 SXM 剛剛打不開的 現在終於打開了 頭右大 parties 車禮 搜尋的內容 那個調表之前也 跟你們交過你們怎麼差了 現在 我覺得調表房 現在問題應該會很少 可是他這怎麼都新款 要怎麼樣變成舊款 我剛剛不是有寫2013年嗎 喔 我就是要2013到2013 2012其實也可以 好 Yeah 35萬 Yeah 這剛剛8891那台 然後 這新款的不要 這舊款12299 阿J12的328 喔 比較貴喔 368 今天的霸主出現了 喔 398 喔 2012的 漂亮喔 2013年的大概30萬 最便宜大概在29萬 最高的大概在36萬 29加36是多少 65萬對不對 漂亮 所以呢 33萬左右 好不好 欸你是看有嗎 我看得很開心 我看得很開心 我看得你們看不到 我看還有人說什麼車啊 找個平均值啊 參考的一個 我們上網去研究這個概念啊 其實就是在於說 我們沒有要去買最貴的 但是呢我們也不貪便宜去買最便宜 我們要一個合理的一個正確的市場區間跟範圍 我們去看一台車的價格 然後從20幾萬到30幾萬都有人賣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時候你最低價跟最高價要做一個排除 你應該要看最多在中間的一個區間 然後第二點就是 你要用兩個以上的網站來做一個比對 那但是其實齁 來我先切回來喔 等一下 好啦我教大家 我看尼瑪普薩賞 我給大家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方向 好不好 你把你想要查的那台車 我們先以數字往來看 首先第一個 你依照你的年份車款搜尋出來以後 那你要鎖定地區齁 台北市 那你如果覺得台北市給你的樣本數 參考數字不夠多 你把新北市也加進來 第二點 你把最便宜的二至三層 把它排除掉 你把最貴的兩層把它排除掉 所以就會留剩下中間的五層 那這個五層來做為一個你參考的方向跟依據 這樣就對了 那這個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覺得你如果要研究出一個正確的行程價格 那你一定要找一個指標性的地區 那我覺得以二手車整個轉手買賣交易的數量 還有坦白說以車商數量的多寡 你一定要把這個地區鎖定 然後你再來排除掉最便宜的兩層 至三層 最貴的兩層把它排除掉 然後拿中間的大概四層至五層的數字 來做為你一個參考的依據 第二點 因為你在網路上看到的訊息只有 我剛剛講的顏色 配備 里程數 那你這三個因素也要加進來 剛剛我們講的阿迪斯來講 以銀色為最大宗 那以阿迪斯來講 銀色是屬於安全款 但是如果是白色的話 價格就會好很多 那白色一定會比銀色來的再貴一些 那里程數以一年一萬到一萬五千公里 比平均值來做一個參考 高於這個平均值 它的價格就應該要變跌 低於我剛剛講的這個平均值的話 它的價格也會比其他的車來的更貴 簡單阿 13年的那個馬自達3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三十幾萬 如果外面的賣價 我覺得可能會在35萬左右 你可以自己去用我剛剛的方式 上網去研究一下 17年小凱婉City我剛賣阿 這個一定是四十幾萬阿 我剛剛賣多少 48萬47萬吧 灰色 灰色跟銀色一樣 一般色 不扣分 不加分 要不要我今天教大家怎麼 怎麼查一下自己喜歡的車的價格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進口車 如果你們有去研究Lacus 或是雙B的一些進口車 那他們都很喜歡打電洽 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賣一台車 你都不把價錢打出來 其實打電洽 除了這個價格是不動的以外 其實有時候是不想要讓 市場上其他的同業 知道這台車的價格 其實你看像我啦 我有時候我如果去搜一台 我自己沒有買過的車 我不知道那台車我還可以賣多少錢 我怎麼辦 我只好去參考別人的網站 別人賣多少錢 然後再比對他的理智 跟我現在遇到的這台理智數字 那我來決定說 我應該要跟他買多少錢 會做一個參考 那因為我剛剛 為什麼我講說 進口車的水比較深 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不想讓別人知道 所以他們故意會打電箱 好啦 現在剩下10分鐘喔 大家有問題 給你們提問好不好 我那天突然回想說 在我的這個買賣二手車 差不多近20年的生涯裡面 我覺得歐洲車啊 大家都知道引擎會沖掉 油水融合嘛 引擎裡面有所謂的水道跟油道 然後他們是交錯的 所謂沖掉就是 水跑進機油裡 然後混合在一起 那這個機油是在幹嘛 機油是要潤滑活塞嘛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喔 油如果碰到水以後就會變 像一下 色色的 它弱髮效果就不好 然後你氣氛就磨損 然後就開啟啦 可是後來我發現喔 國產車 日本車比較容易沖掉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對 變奶茶沒錯 我們都說那個是 乳化 機油乳化 大家知道為什麼 進口車比較不容易沖掉 我覺得後來我發現一件事就是 其實很多人說那個進口車很棒 一天到晚在亮燈 有沒有 國產開國產車多好 開日本車多好 一輩子開到車賣掉都還沒看到它 亮過什麼護障單 可是我跟你講喔 其實這就是差異性喔 歐洲車為什麼會讓人家認為說 它比較容易亮燈 其實是因為說 它的感測器做的比較多 我們不要講現在最新的車子啦 你以前如果大家有在開車 你的雨刷沒水了 你怎麼知道你的雨刷沒水 你如果是開日系的國產車 韓國車也好 雨刷怎麼知道沒水了 噴不出水來的時候就知道它沒水 可是你在歐洲車裡面 你的雨刷水會不足它會亮燈 它會亮雨刷燈 你要記得加雨刷水 所以這個綜藝講的沒有錯 感知器很多很敏感 然後再來第二個 水箱水 你如果開國產車 你發現它過熱的時候 你發現它過熱的時候就是它死掉的東西 日本車機油漏光才亮燈 你知道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會讓很多很敏感的小東西 不只我說的水箱啊 雨刷水 甚至你連機油 你油味 油味感知器嘛 然後 機油壓力不夠嘛 機油壓力開關嘛 然後甚至你的煞車 手煞車等等的煞車的燈號 煞車比不夠等等 每一個東西 它都有感測器在幫你監控 因為它會提早照顧你 所以你覺得它很煞 我印象很深嘛 你以前那種B&W的啊 有些進口車 你保養 還會亮保養燈 跟你說你要保養 然後你保養完 還要記得把它消除 說我已經保養完 把它消除掉 Dielo 1.6開的時候 有摳摳摳摳的聲音是哪些要注意 哇這很複雜欸 要看是 像我上禮拜 就遇到一台也是Dielo啊 跟Hiris一樣的啊 我那個客人也是沒有在看溫度 沒有漏氣的 開到車直接死掉 哈哈哈哈 直接熄火喔 然後他車熄火他來看 欸他好像沒水了 然後他來開始加水 然後加水以後再發動 欸冷卻再發動好了 然後他又開回來 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就是 你在開車 像我們小廚常在試車 其實在試車喔 我最會去監控的一個東西就是 水溫表 我看水溫表的頻率非常的高 有時候可能只是一個刻度的差異 提高一個刻度 我都要知道 不是說 很多人都說 你就看水溫表在中間 可是像我舉個例子啦 我那一天不是下去台中 開個見面會 簽出會 我開加 下去 英國車 我對英國車其實很 我自己也很擔心 我覺得他 比較焦貴 對不對 我沿路到台中 甚至從台中回來 我就一直在觀察 他的這個水溫的變化值 不是說看他在中間就好了 原廠的這個水溫表 是很不精準 很不準確 我曾經把 以前把ASIO 裝過自己外裝的這個水溫表 我發現從76度到100 到100度左右 就是76 82 然後100 原廠的水溫表永遠都不動 都在同一個位置 就是中間 中下一點點 但是我看著我自己加裝的水溫表 是從76度到100度之間在浮動 原廠的永遠都這樣 所以相對 他的感測 除了國產車的感測器不夠多以外 還有 他也不夠精準 然後到最後 現在新的車乾脆把水溫表也拿掉 他只跟你燈而已 對不對 你8栋冷車亮一個藍的水溫燈 跟你講 現在水溫還是冷 然後等到你熱車以後 他就不見 我開這種車我都很擔心 不太相信科技 所以就等他不行了 他才亮紅燈 然後你就死了 你就差不多該死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在改車的人啊 然後 賽車 有在 玩賽車比賽賽 為什麼他一台車都要裝個水溫表 是不是因為加裝了那個好幾個傷環表 有沒有 整個A主這樣 炒菜 都香菇這樣 整天風格一濾一濾一濾 你如果是裝更精確的這個油溫啊 水溫啊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引擎現在累不累 我的引擎現在熱不熱 有沒有可能 對不對 一路安身不回頭 你就要觀察他的變化 所以才 裝那個錶是真的是有用的 好不好 只有燈號我覺得不太安心 也有很多人問我說那個 特斯啊 電動車什麼 其實我現在對於電動車不是很 還不是很放棄 我很多朋友啊 開特斯大最常遇到的一件事就是 我玩了 儀表板顯示剩下70公里 我要找充電站 還是我要直接撐回家 林格注意有沒有吃雞油就好了 台幣沒有轉數表 專業 插一個那個 沒有轉數表喔 去買一個那個 現在有那個抬頭顯示器有沒有 然後插那個OBD庫的那個電腦 然後就可以解決 大家晚安 下週見啦 拜拜